二十五例的案例 十二例是境外 十三例是本土 一口气再新增十三例本土个案 其中狮子汇群聚案再新增九人 因为害案一二零三 一同聚餐而确诊 分别为七男二女 年龄借在三十多岁到八十多岁间 总计狮子汇群聚案 已经累积二十人确诊 一二零三可能跟刚刚 我们的万华区域 是会有一些关联 在五月四号 还有在台北市万华区抹茶艺馆 这个就跟着里面 那刚刚另外一张 大家看到有很多的茶艺馆跟饮酒店 指挥官陈时中证实 狮子汇群聚案和台北万华染疫者之间 有人与人的连结 而万华茶艺馆群聚案 确诊者也跟着增加 案一二四七一二五二一二五四 分别为三十到五十多岁女性 分别在万华三家不同的茶艺馆工作 加上案一二四九六十多岁男性 因为长期在万华区活动 研判跟茶艺馆群聚案有地缘相关性 加上前一天公布的个案 总计万华茶艺馆相关群聚 一共有七人确诊 在万华里面基本上现在还没有串起来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说 到底是群聚还不是还什么 那我们现在在里面 我们现在是定位 现在是在目前有相关性 但是还在调查中 本土个案持续增加 指挥中心抽丝剥解 要找出其中关联性 赛选国家陈永荣 A3G小组